唯摩杰所说经,一名不可思议解脱上卷。 文书师利言,居士,有吉菩萨云和调伏其心。 唯摩杰言,有吉菩萨应做事念,经我此病,皆从前是妄想颠倒诸烦恼身, 无有实法,谁受病者,所以者何? 四大何故,假名为身,四大无主,身亦无我,又此病起, 皆由这我,事故与我不应身者。 既知病本,即除我想及众生想,当起法想,应做事念, 但以众法合成此生,岂为法起,灭为法灭,又此法者各不相知, 岂时不严我起,灭时不严我灭。 必有吉菩萨,为灭法想,当作事念,此法想者, 亦是颠倒,颠倒者是极大患,我应离之。 云何为离?离我,我所,云何离我,我所。 为离二法,云何离二法。 为不念内外诸法,行于平等,云何平等。 为我等,涅槃等。 所以者何? 我即涅槃,此二皆空,以何谓空? 但以名字故空。 如此二法,无决定性,得是平等, 无有余病,唯有空病,空病亦空。 是有吉菩萨,以魔所受而受诸受, 为具佛法,亦不灭受而取证也。 设身有苦,念恶去众生,起大悲心。 我既掉福,亦当掉福一切众生。 但除其病,而不除法, 为断病本而教导之,何谓病本。